今天有可能是本频道有史以来最简单的一期Costco肉类整备视频 好,这就是Costco前两周特价三文鱼 如果大批量买的话,我家只会买这一种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它一包里面有一公斤多一点 我剪开一包给小伙伴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里面每一片的话都是用真空包装装好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省去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工夫 因此的话特价的时候我家一买的话都会买两到三包 我的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拿低温机出来,43摄氏度的温水浸泡40分钟 好,我现在先把水加热一下 低温机这个过程如果想快的话 就可以在水池里面的水里面加点水喉的热水 这样的话你看我现在距离我的目标温度就差个一点几度了 所以它就很快我们就可以把鱼放下来 温度到了 我这低温机里面它有一个架子 然后我们可以放进来 接着的话我们就把这一包包的三文鱼就这样搁进来 确保每一包都被水面没过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 43度的温水浸泡40分钟 好,我们一会见 好了时间到 我们打开看一下 你看每一块鱼外面都会有一层白色的 类似于蛋白一样的物质 另外这个过程我补充说明一下 低温慢煮之前这个三文鱼我是提前一晚上从冷藏室放到普通层一晚上让它彻底解冻的 彻底解冻之后的三文鱼我们才进行这个低温处理 这里超过两公斤的三文鱼我们就全部低温处理好了 低温处理好这三文鱼我们先放在室温让它彻底放凉 放凉之后我就全部进入冷藏室 要吃多少我就拿出来解冻多少 回头我展示下煎鱼的过程 好了,我这里取出一份三文鱼 也就是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彻底放软的一块三文鱼 我先煎给小伙伴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直接用铸铁锅 然后一个铲子 然后铸铁锅这边的话我们要加热到它以冒白烟 接着的话我们按照我们那块鱼的那个大小 稍微点一点橄榄油上来 接着直接就把这三文鱼放到这个油上面 我们可以观察这三文鱼的这个侧边 一旦这个边出现了一个一到两毫米厚的一个白边的话 就证明它这那一面就已经煎好了 已经翻动一下 稍微将另外一面也煎脆 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三文鱼上下是泛白了 然后中间是保持那种粉嫩的状态 非常丰富的鱼油 小伙伴可以看到我一点盐没加的情况下 但是它鱼肉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咸味 所以这个食材非常非常适合减脂或者是减肥的小伙伴需要 其实这个食材整备我在一年多之前也录过一次 但是当时各大平台出来的数据好像都不太好 我现在减重超过60磅的情况下 我现在来介绍这个食材有说服力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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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